来吧 说下面这事 江苏有一对小夫妻 结婚三天 就要闹离婚 把民警都给整来了 咱们都说老规矩嘛 结婚三天这不得回门吗 对 回娘家 这两口国庆当天节的 三号那天一大早 这不就小衙带着她媳妇 就回娘家了 进门这都挺好的 仅表现 又送礼又敬酒 可好了表现的 万万没想到 坏就坏在这手机上 对 吃完饭之后 这个媳妇就去忙着收拾厨房 对 她老公啊 没事 玩手机 你要是刷新点微博微信 看看信息 其实无所谓的 她在玩手机游戏 赶巧这小舅子也是个游戏迷 就过来看看 姐夫玩啥呢 哎呦 姐夫你游戏挺好啊 这么多暴露衣着的美女的 真的 啥要信你告诉我呗 那这小舅子 她不是跟 这是姐夫 她不得考虑自个儿姐的立场吗 是吧 你说你手机上面这游戏 明显都是暴露的女子 那小舅子能不跟你急吗 你咋回事啊 是吧 你这什么游戏啊 你被我姐干啥呢 这一抄了吧 媳妇也听着了 过来一看 媳妇跟着鸡眼了 你干啥呢这是 你赶紧把游戏删了 删了 你小杨不删 我这花钱下的游戏 我刚才还纳了个歉呢 在这游戏里面 我可这死活不能删 这不能删 媳妇也鸡眼了 删不删 删不删 不删 不删 啪 我删你 而且当时是咔嚓一下 把手机你看帅 就稀碎稀碎的 没法给我离婚 对 那你看一般媳妇 真是受不了这事了 对呀 小杨你看这手机被摔了 她也激了 上来就把媳妇推一跟头 小舅都不干了 你打我姐还在我家 就是的 那我能然后聊你吗 你这不期间头上拉屎吗 来来 比喉比喉 真就打起来了 就趁着酒劲 俩人撕吧撕吧 家人就拽不开 俩大小伙子了 只能是报了警了 民警赶到之后 把这仨人 至亲的人 爱对教育 对吧 那怎么办 难道只能教育了 先得说去小杨 你给人家 怎么当女婿的 上人老丈人家 你玩什么游戏不好 你玩个乱七八糟的 也不能这么说 你就不应该 干这事 是不是 你就不能去 再表现表现 你之前都表现 对呀 拖个地 交个花 打扮个卫生 是不是 顺便把衣服再洗了 对呗 对不对 我是感觉什么呢 你在人家 娘家玩这种游戏 你这是对娘家 起码尊重都没有了 是吧 那媳妇小王也是 你就 小两口有矛盾吧 你关起门来回家自个儿说 对 你当着老人面 当着自个儿弟弟面 给老公下白台 这老爷们都是有面子的 你再说一闹了 爹妈也跟着上火 对 是吧 还有你小舅子 对吧 你姐姐两口吵架 你跟他瞎擦个什么玩意 这属于人夫妻内部矛盾 那你在一上手吧 这不就成火上浇油了吗 两边都歧苦难下了 对 是吧 你这其实也让姐姐难做 我觉得弟弟还是年轻的 不太了解这个夫妻之间的事情 咱们我哪说 反正这仨人吧 咱说做事就有个原则 对不对 你都是成年人了 别总干那些小孩事 是不是 后来经过民警同志 这么一调解吧 掏生依旧了 行吧 俩又好了 但是说到玩游戏 咱们得说就 适可而止 是吧 咱都是年轻人 也是成面人 是吧 别总干那个 金刚葫芦娃那个事 是吧